你 嘉勋 為什麼 妹妹 这么好的音乐我都让给了你 你要好好感谢我 夏姐西 你不是最爱冷家萱的吗 为什么要我嫁 你要嫁的是冷二少 冷知行 记住 明天开始不用去学校了 不要枉费我们养你这个孤儿这么多年 忘了告诉你 冷家二少是个折子 不能人道 好像脾气也不太好 之后就要麻烦妹妹好好照顾她了 爸 你真的要我嫁给冷家二少吗 淼淼啊 现在夏世遇到了困难 只有你嫁出去 夏世才有救啊 哎呀 不哭了不哭了 咱不嫁了 夏世啊 就让她倒闭好了 现在就和冷家讲清楚 我们不嫁了 走 爸 淼淼啊 千万不能让那冷二少 看出你是替假过去的 否则我们夏世 走啊 你给我快点 哟 学子没来接亲啊 看来冷家也是丢不起这个人呢 以后你接着先淼淼吧 这里就是你的亲家 爸爸 这就当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二少就在卧室 人呢 他就是冷世行 冷家旋 不要让你一无所有 包括你亲爱的女人 夏景西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过来 难道你想让整个夏世为你陪葬吗 最后男人 不是你信手拈来的吗 为了爸爸 我一定要认 要好好照顾他 这么几乎干嘛呀 你难道不知道价格 要做好手一辈子活寡的准备吗 不是的 我只是想 好手 好 夏景西 上家村不是很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去 从今天起 你就睡那儿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提家的 为什么那个残废可以抢走我的女人 爷爷 你太不公平了 景西 我好后悔啊 后悔当年没有把他给撞死 我让你们都付出代价 家旋 为了瞒住你爷爷 再等等 过段时间我就去找你 二哥 你都这样了 还能用爷爷跟我抢女人了 我们之间要算的账 真是越来越多了 怎么 是不是后悔 六年前没能把我去撞死 没有证据的话谁都可以说 你也不要再得意了 你娶的景西又如何 这个女人从十八岁就跟着你 她的一切都是我的 看着我的女人 自己却也无能为力 心仰吧 说到这儿 真的特别感谢三迪 把他调教得这么好 你看他现在不光把我身体照顾的这么好 嗨 二少 你回来了 装什么装 没想到我娶了一个情感经历这么丰富的女人 十八岁 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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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别叫我 回去 本来就是个怪人 我为什么要哭呢 我现在能去哪 别躺站住 人呢 追 人呢 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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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好意思 如果有受伤的话 可以去公司找我索陪 她就是传说中 身具解除的莫斯年 为什么我觉得她 有点神似能之心 只是 她的腿 陈叔 杰夫人回家 老大 你可算回来了 怎么不等我一起去调查冷夏圈 给 地豪集团的财务报表 这六年替我掌管地豪集团 辛苦你了 哦对了 老大 小嫂子现在跟冷夏圈在酒吧玩呢 说什么 真的 不信你看 我都录下来了 你说那个残废要是知道 自己娶了个 脑牌货 会不会被气死 我是你的女人 怎么会甘心嫁给那个残废呢 还是我的锦西聪 帮我都蒙古里了 冷知行 你也有惊天 去查 跟我结婚的女人是谁 你在笑 你竟然笑了 快去吧 哦 好的 夫人 请 谢谢陈叔 哎呀老大 查到了 嫁过来的是夏家养女夏淼淼 资料我给你发过去了 你看一下 好 我知道了 江城中医学院养二 夏淼淼 今天晚上你都睡那儿 时间不早了 早点睡吧 怎么突然这么好心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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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谁让你躺在这儿睡的 真是好心没好抱 昨天晚上我睡了一整夜吗 抱歉 我只是还没习惯身边有个人一起睡 白叔给我 你就是失眠比较严重 以后会帮你多调理调理 昨晚应该是要包发回了工厢 以后多备几个 今天爷爷生日 我们去一趟老寨 我一定要去吗 你就是景熙啊 老二今年都三十了 总算成家了 过来过来 让爷爷看看你 景熙啊 景熙 你跟我来 这是我们冷家的 百分之五的古悬书 我们冷家媳妇都有的 你签了吧 爷爷对不起我骗了你 我不是夏景熙 我是夏家的养女 我叫夏淼淼 我看你就不像 回音大师怎么能这样儿戏啊 你 爷爷 你不要生气 爷爷 祝你生日快乐 谁干的这事啊 骗魂都骗到我们逃上来了 都怪他 这个白眼狼 好心收养他 他竟然为了嫁进冷家 迷晕了我们 还占了景熙的位置 我没有 爸 智希你要相信我 女婿啊 我们不是故意替假的 都怪这个死丫头 把我们害惨了 谁是你们女婿 你以为谁都和你们一样 不碰好歹的吗 爷爷 看这个视频 还是我的景熙聪明 看我都那么孤立了 我是你的女人 怎么会甘心嫁给那个残废呢 畜生 你怎么干出这样的事情出来了 爷爷 夏淼淼已经嫁过去了 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再说这二十八年来 你一直屁下很直行 你还念我怎么样 来 老师长 爷爷 快点就胡扯 爷爷情况看着不妙 我先冲你一下 你要干什么 等等 邓志希 你是这样把爷爷 交给一个小丫头 这可不关我们夏家的事啊 如果你把龙老爷子依死了 可千万别说自己是夏家人 我知道你学习成绩好 但是你年龄还小 千万别逞狼 别再整出什么事来 都够 出了什么事我负责 淼淼 我相信你 刚刚是谁做的绩效措施 小姑娘 你处理得非常好 老爷子没有生命危险 你判断精准 以后前途无量了 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 谁是瞎猫 谁是死耗子 出去 爷爷你不要激动 我出去就是了 爷爷 你保庇他 你保庇他 你也出去 好了 这事不谈了 只行啊 你们大哥走得早 冷氏的未来就靠你和劳三了 只要你们俩 谁能与地豪大臣合作 谁就出任冷氏总裁 谁也希望你啊 不会让我失望呢 我知道了 他们那个总裁莫斯年 那个人神神秘秘的 好像回国荣 回荣好整天戴着面具 我也没见过这个人 下面有个CEO落天 你可以联系联系 爷爷你就放心养病吧 第一号集团的事情 就交给我了 嗯 淼淼 我送你回学校完成学业吧 谢谢你 志行 淼淼 学校有事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志行 那我先进去了 淼淼 淼淼 你去哪里了 羽芳师兄 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淼淼 我会等你 等你愿意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嫁的是冷家二少 你嫁给我表哥了 冷知行 是你表哥 我带你走 我不能让你浪飞 自己的大好青春 我们远走浪飞 别闹了 我喜欢的是他 不是你 夏淼淼 您要点脸 不要一回来 就缠着我的宇航师兄 你走开 我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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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箱给我 我来帮你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走 你干什么 就算你是我表哥 我也不能看着淼淼 给你守一辈子火拐 你干什么 想加入冷室医疗项目组 用不着这么麻烦 不用你管 我会凭着自己的本事 加入项目组 宇航师兄 剩下的 我自己会完成 不就是外温吗 我在国外这么多年 能比他林宇航差 那你去睡觉吧 什么鬼 老大 这是冷家宣 关于地豪合作 开发的项目书 你看看 除了我没来得及 改个数值 和我做的一名一样 把项目让给冷家宣 啊 为什么 我们将计就计 恭喜 冷氏集团冷家宣 获得此次低快的 联合开发权 淼淼 晚上收拾一下 明天陪我出差 嗯 好 混账通信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窃取了执行的方案 才赢得了这次 与地豪的合作 所以公平期间 这次敌事作废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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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我先拿下 地豪计分的效果 为什么你还要配家冷智行 喂 你是说冷智行会去出差 你还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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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我 完了 我们 先上车 别跑 啊 辛苦我来的及时 不然你就准备这样护着小祖子 这 这行没事吧这行你怎么样了 智行快去医院 医生他怎么样了 他没事 应该是床伤后应急伤害症倒下的昏迷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就好 嗯 妈 智行你醒了我在呢 妙妙 你不是喜欢烟火器的感觉吗 这是我送你的菜园子 可以种菜 人家爸总乘帮鱼塘送豪车 你都送菜人子 那你喜欢吗 哎呀哎呀爷爷 你干嘛 混蛋东西 气死我了 你二哥是你派人洗漆的吧 我真的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狠毒 你这个混账 爷爷 我都说了 二哥被谋杀那事 真不是我做的 我只是因为锦西跟他动过手 爷爷 我可是一直老记您说的 兄弟和睦的 你当我是老眼活化呀 我看他清清楚楚 我说 一后 这一期 都不要你管 滚啊 滚了 给我滚 给我滚 一后 几天都让你管 也 都 闹死了 总该找回我 哎呦爷爷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没有你 我们冷是该怎么办的 闭嘴 不要说八道 二哥 医生 我爷爷怎么样 老爷子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但具体什么时候醒来 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这是老爷子亲属的遗嘱 一旦他老人家发生什么无测 这份遗嘱 立即生气了 为了爷爷要的兄弟和睦 我忍你忍到今天 既然天堂有路你不走 就不要管不客气 喂 你说什么 那会有问题 那块地要迁移两个村的祖坟 我管他谁的祖坟 要是不移走 给我直接挖 智行 智行 你终于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上次那块地 是不是高家村那块地啊 我妈妈的目的就在哪 那个冷家旋 居然丧心病狂 都要挖人组分 你怎么知道的 我爸爸刚打电话过来 让我一起想办法 明明你不要着急 我带你去实地看看 好 我也想去祭拜一下我妈妈 你妈妈一定很漂亮吧 我妈妈很寐 但是她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给你看她的照片 这也是她唯一一次 来看我时拍的照片 直到六年前 她在一起车祸中去世 陈叔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放一个 有精神病的人出来开车 或他人 智行 你怎么了 智行 下车 停车 下车 下车 派人去把妹妹送回学校 好的 洛天 高家餐厅项目 准备毁约 老大 为啥呀 现在毁约是要赔付 双倍违约金的 而且你当时不是说 这个项目就是为了 给冷家圈下套吗 第一块有天降的风险 而且我不能再让他 懂喵喵母亲 真的要这么做 照办 但是咱们响咱们 建议 是的 淑 夏淼淼对不起 是你的母亲装四路的老道 我们之前已经不可能了 可是我怕一天进你的身体 我就会忍不住想和你在一起 淼淼 淼淼 听说永志行要和你离婚 我去帮你教训天学那个混蛋 算了 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兄弟之间的和气 我这表哥 自从父母伤亡又缺腿后 脾气又变得非常古怪 每天摆着一张脸 可是老爷子就是喜欢的 爷爷那是心疼的 要不是那个精神病院把病人放出来 发病撞死阿州和阿州母 表哥他也不至于这样 你说冷知行的爸妈 是被一个精神病人撞死的 对啊 江晨精神病院的一个疯女 你说冷知行的爸妈 是被一个精神病人撞死的 对啊 江晨精神病院的一个疯女 下车啊 给车 我要去找我爸问清楚 宇航师兄 我有事先走了 苗苗 那快递你大赚了一笔 你打算独吞了 如果没有我没有苗苗 那冷知行能失手 那莫斯年能心甘情愿的违约 放开我 放开我 让苗苗来救我 拿着这个优盘 你知道咱们走了吧 你在干什么 我借用一下你电脑 找些微信 你说来你女儿可真值钱啊 不过 你也不缺那点钱吧 这么多年来你在下市慈善基金会 捞的那些钱 可一分都没分给我呀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哼 利用年前高晓兰的车祸案 你也脱不了干系吧 还有你在慈善基金会的那些事 在我这儿 可都是清清楚楚的 要不要 你到底想干什么 用你那些钱 帮我拿下冷知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到时候 你就是我岳父 俗话说得好 肥水 不留外人田吗 不 这不是真的 爸爸 原来是你个人家学 蛇气害死了我妈 从头到尾 你都是在利用我 这行 原来你是因为我妈妈 装死了你父母 你才跟我分手 是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了 但是我一定会为你查清楚六年前的真相 让他们 莫主意有的代价 莫思念 我们再见一面吧 梁明 莫总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知道的 我从来都没有办法拒绝 我想要下市集团总经理的位置 我可以帮你拿下整个下市集团 怎么样 好 上交 合作愉快 若若回来了 来来来 坐 爸 真好 马上开饭了 人家现在可是莫思念面前的红人呢 哪里看得上我们下家的饭菜 苗苗啊 不是阿姨是问的 虽然你的丈夫不能行夫妻之事 但好歹冷家也是明白 你现在明目张胆的和莫思念纠缠在一起 就算不顾及下家 也要顾及下冷家的面子 他都快被冷志行给休了 你们不知道啊 是不是真的 苗苗 你们希望是真的 还是假的 哎呀 爸爸当然希望你和志行 能白留学老 夫妻和莫啊 妹妹真是可怜啊 架了个靴子 又摊上个毁容的莫思念 些些我都替你难过 有钱又怎么样呢 呃 菜呀 你妈也准备好了 啊 我们去吃饭啊 哎呀 其实苗苗啊 和那个莫思念搞好合作关系 对我们下家 那也是有利的 好 走 吃饭 哎呀 这次是不错呀 要不要吃 多吃点 你也吃 对了吧 当年我妈为什么护工 呃 我不知道啊 她 她当年从那个 丰容院出去之后啊 开车 她撞了一个人 那你把我接近下家时 你有去看望过她吗 呃 我没有 但是我每年都安排人去那个丰容院 给她酒废的 还安排专人 去照顾她 你后来都没有去见过她吗 没有 苗苗 苗苗 你 今天是怎么办 没什么 就是前段时间回高家村看望过她 无意间想起来的 我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想回下市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回下市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 不行 你刚毕业 回下市能做什么呀 这可不是开玩笑 苗苗完全可以从最底层开始做起 看我到时候不整死你 我记得我当时嫁入冷家时 冷家为了挽救下市的经济危机 收购了下市15%的股份 现在我想要下市的总经理位置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可能 她一个姚女凭什么管理下市啊 爸 总经理的位置只能是我的 郑南 锦西将来才是冷世真正的董事长夫人 闭嘴 夏淼淼 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 你能有什么本事 有没有本事 不是你说了算 好了 别吵了 最近那个国际高舍品牌 H1 我们下市 一定要把这个品牌联名给拿下 爸爸这手心啊 手背 都是肉 咱们呢 用实力说话 怎么样 好 不自量力 H1可是冷世的盟友 你都快被冷知醒给修了 什么 H1的亚太总代理 算是个女人手 收进的抽签了 我不稀罕 亚太总代理 你听说了吗 冷世医疗基金会的冷知醒会的校友会 你进入肖孟组的同学颁奖吗 只行 我知道我没有脸要这份分手费 但是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请你再帮我一次 女行哥哥 女行哥哥 我给你发了那么多信心 你怎么都不回啊 你是不是还喜欢夏淼淼 这不关你的事 陆思雨 我希望你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我 夏淼淼 这么久不回学校 一回来就进了冷世医疗的研发项目组 群态关系果然用得好 月昂师兄 我先去个卫生间 啊 淼淼进项目组 不需要群态关系 请你不要造谣 月昂 夏淼淼 都怪你 夏淼淼 我警告你 林雨昂师兄远一点 自己都和野男人结婚了 还来勾搭野昂师兄 你凭什么 你 你凭什么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 不管我有没有结婚 林雨昂他都不会爱你 还有 我也警告你 不要到处野男人野男人的乱咬人 否则你会死人气 你站住 夏淼淼 你 你自己不知廉耻的和野男人在一起了 还想高攀 林雨昂 那可是冷湿的表少 雨昂妈妈要是知道你和男人结婚了 还和他儿子不亲不出 你觉得他会碰过你 我怎么想 夏淼 老大 今天夏小姐和林雨昂去参加学校校友会了 只是这选择的地点是在杜家的杜家村 那个杜思雨呢 就是杜家的千金大小姐 思雨啊 难怪你说林师哥才能跟你们当户队呢 是啊 他下面买不着用了什么手段 一直霸占着林师哥 想想就起 以后呀 咱们就朝姐妹和闺蜜了 来 淼淼 老师说一会儿让你作为代表 跟冷室医疗的负责人 共同为项目组节目 你跟我来准备一下 行 好 让你 这个是酒店厨房专用的 你就这里别好好聊聊 杜思雨给我开门杜思雨 杜思雨你开门 你 连连呢 他不是去后台找你的吗 知道这是杜家的产业吗 我 唯洛田 取长监控 停 老大人在冰室 记得戴上面具 一处痊愈的真相还不能暴露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已经没有房间了 快点 大小姐说我不能让这个女孩进酒店 姑奶奶我求你了快点让他封卡 你再迟一步别说大小姐 你整个肚子都完蛋 老大 不要放他们进去 洛田 谁在这里交给你 你知道该怎么做 你放心吧 谁让你们放他进去的 我跟你说你听不见吗 大小姐 刚才见识的可是地号集团的莫组 不是我们能特定的起的 我本身应该好地号的 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哎 大小姐 你给我让开 你站住 让开 爸 爸 混账东西 这书白念了 骆总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叫图方 会是我一定好好管账他 您大人大量 哦 是杜总啊 咱地号集团 不是谁都可以 记录得起的 你 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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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爸 董事长 董事长 我错了 别别 这行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我都知道了 我是我妈妈撞死了你父母 这次你又救了我 你离开我是对的 不 我离不开你了 我走不到 冷之行 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不 我走不到 每次听说你和林月航 同情同处 我快嫉妒的发疯了 你说什么 林月航 我不管你是谁的女儿 过去单元已经过去了 你已经是我冷之行的女人 是什么 我知道你来找我是来拿H1合同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知道冷家萱和夏景希 也在找H1的负责人 知行 你的腿明明为事 为什么装全 对不起 我这都是为了麻痹冷家萱 我都知道了 所以我想要进夏氏 当社总经理 查清楚真相 解开他那为善的面孔 只要你想做的 我都会帮你 谢谢你 知行 冷总 夏总好 我们总裁说他晚点到 请二位在这边等候一下 看来妹妹未来这品牌 真是煞费苦心呢 穿着一身高仿的H1 倒是也挺人模狗样的 高仿 姐姐怕是眼神不太好吧 我可是夏氏时尚集团的CEO 怎么会不了解H1 他的每一个款式 我都了如指掌 你这款 全球限量设计师款 据说H1首席设计师 韦德并没有安排生产 而是纯手工制作了一件 不要告诉我 韦德把衣服送给了你 没错 韦德送的就是我 为了苗苗 一件衣服算得了什么 静西 你跟二哥生什么气啊 他就是一瘸子 只会用这种手带 哄哄女人开心 一会儿我们拿下HE 到时候你要多少 就有多少 你说得对 我们去会议室准备吧 我们走吧 大家好 我是HE品牌全球首席设计师韦德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 HE亚太区品牌联名提案会 大家都知道 冷室集团和HE品牌关系非常密切 既然爷爷把冷室集团交给我 HE品牌也自然会卖爷爷这个面子 你又何必自讨没趣 不过今天也特别荣幸 能代表HE集团 来见证亚太区总裁的上任一事 是吗上任新总裁呀 是谁呀 可能会有新总裁 是谁 接下来 有请亚太区HE品牌的总裁 不可能 你也看 各位 这是总部的任命机 大家可以看清楚 下市集团的下市集团 如果你不是来提案 现在 如果你是来谈合作的 请你坐下 这里是HE 不是下市 嗯 乐主席 咱们走着瞧 把他东西给我扔 走吧 你们在干什么 谁让你们动我东西的 还有你 给我滚出去 把他给我拉出去 姐姐 愿赌服是不是不懂啊 不服啊 去找爸爸 好 你这 爸 夏美美她凭什么站我的位置 雷诺书一军 你给我滚出下市 好了 毕竟叫他一声姐姐 也不能做得太绝 嘿嘿嘿 苗苗啊 你可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啊 爱吃义啊 真的被你拿下了 那你为了下市 可是立了大功啊 其实啊 爸爸一直在盼望着你 走着进入下市 是吗 那为什么从没听你说过 爸爸是尊重你的选择 你不是一直在研究中医吗 要不是知道你的虚拟和信心状态 我差点就信你 哦 对了 苗苗 过两天啊 爸爸打算 举办下市的慈善晚夜 到时候啊 带着知行 一块过来 还有莫总在那边啊 就由你 亲自出面 代表我们下市去邀请一下啊 好 嗯 我不管 你要拿回H1 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品牌 你不是老师的总裁吗 别闹了 老头子还没死呢 啊 拿回董事长的位置 才算真正大的事情 想要拿到H1 需要很大一笔钱 这事还得靠我们一起联手 你爸爸有一笔很特殊的资金 你想办法查一查 我们只要拿到一点点 明天咱们就可以拿下H1 特殊的资金 我好像知道 我的锦细你真棒 只行 原上高了 这里有一笔款 每年都会回到这个叫刘晓珊的私人账户 而且金屋都不小 时间也就从六年前开始的 我更加本能帮我 刘晓珊 这群联子 我看你我要不记得 那群联是誰 我们最喜欢的 广告 那群联的 是一个人 对今天 人生的 我今天要去出差 你一个人可以吗 那你要早一定回来 什么 查清楚 是谁查了刘晓山 比药的时候 灭口 什么 查清楚 是谁查了刘晓山 是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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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让他给跑了 夏总不好了公司旗下的多佳美容会所发生了严重的过敏问题 有的甚至到了毁容的地步 你看一下 现在有好多客户 举报我们使用劣质产品 去查清楚问题出在哪儿 不计一切代价 该安抚的安抚 该配偿的配偿 去吧 好的 我马上去 等等 我和你一起去 夏淼淼 你也有今天 通知各大媒体 通知各大媒体 我希望明天看到的方向标示 夏淼淼一业务不经管理师之致致人毁容 要求罢免他的总经理职务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机 稍后再拨 江凯是夏淼集团新任主裁下荡了 毕业务不经 导致管理严重失职 使用变质产品造成严重后果 夏淼集团会如何处理此事件 让我们拭目以待 晚安 洛天 现在立刻回家了 老大 我刚睡下 你啥事不能明天说 情况紧急 马上过来 咋老大 是不是夏淼集出事了 我们现在立刻回家了 老大 你看外面天气 都快开封了 咋回家了 航班也得开车回去了 可是我开车回去 哎哎哎 得 你不能开车 我来看 把成分表找出来给我 终于找到原因了 你冷静一点先把他放下先把他放下来 他怎么进来的 他怎么进来的 快点 这个先生 你是老板吗 我是 我女儿花这么多钱在你们这做美容 我在梅子堂变美 还有联制产品让他混肉 他二十岁 那他以后怎么嫁人 这是介绍 我让你们确认气场 跑跑一个女孩 因为他变成 要我说他这种人 该死 这位先生 你冷静一下 我已经查清楚了事情的真心 问题处在 我们的产品被人一次充好吊包 而吊包的 就是冷氏集团 这位小姐 就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他利用了你 真的 你想想 他是不是挑唆你来我们这边闹事 是我们这边的产品有问题 是你 是你 不是我不是我 你不要相信他 他是不是还告诉你 他就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冷氏医疗有办法治好你的女儿 我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冷氏拥有世界上最顶级的医疗设备 不怕治不好你女儿 你真的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当然 你放心的去 到时我会把安保人员调走 我不是总裁夫人 他是 他是 冷氏集团每天都来接他 我不会 你是谁 我又出来夫人 我都去死 我是冷氏集团 我可以回 痴醒 你受伤了 我没事 我们赶紧举包杂质血 流了好多血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不知道我会担心吗 我没事 不要担心我 幸好我及时赶回来 明明 你怎么知道原料有问题 我是冷饰集团研发组的成员啊 冷饰医疗的美容产品 主打的健康纯天然 是我们一厢倡导的 但是这个产品的防腐机严重超标 甚至可以说是有毒 没想到冷家旋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 绝不能让冷家旋 再心不一之事 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您怎么样了 罗天 我带你去医院 你怎么来了 莫总怕你有危险 让我过来看看 那我们去走吧 好 谢谢医生 美妙 你等我一下 好 爷爷 我来看你了 这次董事会该选 我一定会守护好冷时的 高晓兰 您是什么呢 王院长 不不不 我不是 王院长 我们找个地方聊一聊 淼淼 她是当时你妈妈精神病院的院长 我想很多事情就会这些麻烦 王院长 关于六年前高晓兰车祸一事 你还记得吗 我不太记得了 是吗 一个精神病人从你手底下跑出去 还开车撞死了人 你当真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的银行账户里 在车祸发生之后 为什么突然从国外银行 打进了一大笔资金 想起来没有王院长 我想起来了 十四年前 高晓兰刚进精神病院时 其实精神没有任何异常 放我出去 我没病 放我出去 后来被关的铺 整个人开始精神不振 出现瘟剧 对了 有一回 她成功跑出去 送回来时身上都是轻的 被扔在院门口 像是被人打过 我十八岁那年 母亲来看过我 应该就是那一次 她是怎么出车祸的 车祸那天 她不是自己出去的 而是有个男人 还把她接走的 自从那天之后 所有照顾过她的 父亲和医生 也包括我都得到了一大笔赤 让我们离开正海 是谁带走她 是谁给你们钱 是谁害了我妈妈 她们一共三个人 你不要激动一秒 二哥 感谢你的建议 平复冷是医疗的事情 为了报答你 从明天开始 你可以好好在家 养养你的腿伤了 你放心 除了你那一点点 股东分红以外 作为兄弟 我会给你点零花钱 我仗义吧 对了 我顺便 还可以帮你养活嫂子 我奉劝你一句 做人不要太自信 美妙 我们走 冷室的股东大会 你也配参与 等你先嫁给三弟 再来关冷室的事吧 美妙我们走 甲萱 明天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结婚了 看你表现 冷室集团自从经历 上次我二哥 使用劣质原材料 一次充好之后 股票大跌 幸好有我在 此事才能摆平 好 二哥 要不是你利益薰心 冷室集团的损失 也不会这么惨终 要不是我 及时疏通媒体 亲自上门抚平伤者情绪 恐怕现在 你已经坐牢了吧 还是三少都是稳妥 大家不妨看一下这段视频 看看究竟是谁救的 我 你是谁 要出来 负责的 通通去 我这两只枪 我可以负责吗 到底是谁 该去坐牢 冷室医疗 一直是你 零下管理的 所以 掉包 自然也是你收拳的 你敢不敢去牢里 跟你的替随羊 当面的之下 这事已经不重要 大家不要忘了 是谁通过高家村那块地 让大家赚得冷满锅满 嗯 对 在此我们感谢冷总裁 其实 我们需要的是一位 真正能够带领冷室 走向辉煌的掌握人 接下来 为冷二少三少投票 结果很明显 冷家宣十九票 冷知行三票 那 恭喜冷家宣 当选冷市集团 冷市长 等等 爷爷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他还没有投 爷爷虽然不能行使 他的股东 但是作为他亲自认识的 我有权利 行使 这一票 我要投给 回家再跟你反账 爷爷 现在我宣布 不再担任冷市组 进行 不准在插手冷市旗下 任何差 他的结盘人士 只行 我他 先取找 为先人的爱 爷爷 我会替你守护好老师 我知道您一直想要我们兄弟和母 可是 三弟他为了得到老师 根本就是丧心病狂 投还原材料危害他人性命 我怀疑为父母 还有您的摔倒都是他害的 如果证据确凿 希望您能原谅我 爷爷 您醒了 只行 爷爷暂时没事 就是 动不了 我也没办法 到现场去支持你 我们 还不能打草惊声 放心大胆地去做吧 不要有所顾忌 三弟 承让了 王院长 怎么样 认出来了没 那天到底是谁带走了高小兰 有一个就是跟二少征董事长的那个 是他给了我 走 王院长 我带你从后面里 好 苗苗 真是辛苦你了 多亏了你 每天来替我针灸理疗 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哪能好得这么快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只行啊 你找了一个好媳妇 现在爷爷没有别的想法了 就希望你们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那爷爷就心满意足了 爷爷 舅轩 怎么样了 完了 都完了 蓝董事长 您醒了呀 是他 多亏了苗苗 你养了个好女儿啊 苗苗你练还小 以后还麻烦之行多多照顾了 苗苗是我的妻子 我自然会照顾好她的 是他当年把高尘兰带走的 畜生 你自首去吧 纪西啊 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你外公的地位 你以为你爸爸会娶我 会对我们母女好 能斗事长 喂 老大 果然不出所料 苗苗 不过甲冠姆斯林调查的结果一样 是两家宣和你爸爸设计了六年金的车祸 这行 我知道你就是莫斯林 我只有你了 你怎么样了 你怎么来了 我 呃 苗苗 以后我保护你 爸 我不管 我要把夏淼淼换回来 他憑什么站着我的位置 冷之行要取的是我 集合结衣书上写的也是我的名字 这难 锦西才是冷氏真正的董事长夫人 你去跟冷之行说说 把夏淼淼换回来 当初要淼淼替嫁的也是你们 难道没有你的份儿吗 不是你也觉得冷家宣可以当冷氏真正的董事长吗 谁知道他那么没用啊 妈 是你一直教导我一定要像外公那样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才能让我们一直活得很好 是你说的 你要帮帮我 我才是真正的冷氏董事长夫人 妈妈知道 妈妈一定让你当上冷氏的董事长夫人 你先去休息 我来劝劝你爸爸 我一定会成为老师真正的主人 跟我走 你干嘛 秘书公你爱我 我在海外还有很多钱 走 我们结婚去 放手 你都被改成老师了 我为什么还要嫁给你 志秦 对不起 我喝的有点多 过来 他刚刚爬上董事长的位子 你却迫不及待速上门了 我要做冷氏董事长夫人 你能给吗 你 志秦 花边人跟着 让他跟 夏苗明 他凭什么 我今天去菜园摘了菜 等会儿你尝一下 夫人这事越来越能干了 冷氏董事长夫人之位 只能是我的 心已碎 激受背变 当失望到极点 疼就感觉不到 你说他们都看上他什么了 那个冷智行是眼下 我们锦西那么优秀 心疼锦西 看上这样的妹妹 脚踩起条船 棒棒可难的锦西 只能近一项 让他聚取 与血 咱们 那他就是这样什么的啊 真的看不出来 真看不出来 不是 真的 用 怎么受 因为 天 我說onta 你от RIGHT 你有病吧 你們都給我看好了 這才是我做的 算錯算 原本晚上 group 的面子 看来姐姐你定性的车 哎 本事集团董事长竟然公开新闻啊 我的天呐找的好帅啊 不是说到腿瘸了吗 难道是治好了吗 原来都是小姐姐一个人在搞鬼 夏总你真是太丢了 我们都好佩服你啊 快去工作吧 这公关部交到你手上 就是这样为非作歹的啊 丢人谢业 给我滚出家事 丢人谢业 你眼里只有你的面子 我才是你的女儿 小妹妹她不过就是个洋女 给我滚出去 喂 家政男吗 我们之间的账 是不是该算算了 你想怎么样 明天把钥匙还有夏晶熙 你把钥匙和人送过来我就毕竟 要不然的话 我手上的证据 很快就会传到两个知识 很像你没有手上 那家政 你不要逼人太甚 你弄得肥 我手三下 三 二 把你剑 一直给你帮我去 好 上面交代务必斩草树根 我走好 人一出现 立刻动手 好你个夏晶男 敢派人杀我 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了 夏淼淼 我一定会拿回我的一切 没有我的日子是不是不好过呀 放开我 好歹多年勤奋 你没得选择 不和我联手 别说脸是董事长夫人的位置 就连下尸的半点 你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知道一个秘密 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 哈哈哈 直播呢 小淼淼 淼淼 淼淼 知青 你们来了呀 莫总你邀请了吧 她今天没空 夏淼淼 跟你妈一样不要脸 只会想别人老公 我才是冷知心要娶的女人 闭嘴 胡说八道 赶紧把她带走 你怎么可以打我女儿 你果然豁着这个野种 你骂谁野种 野种野种 夏正男的野种 骂你就是你 哎呀 你走 怎么 不改成了 她就是你和高小兰的亲生女儿 所以你才这么严谨 是不是 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 还是不是 不是真的 夏正男可是你的亲妹妹 夏正男的私生女 绝对不可能 要不然你以为夏淼淼的母亲 为什么会死 那是六年前 夏正男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财产 才与我联手制造的车祸案 杀人灭口 所以夏锦西 你注定离夏氏也得不到 好自为之 这不可能 夏淼淼 夏正男 你们给我说清楚 淼淼 你你听我解释 这个事情比较 真是一出好戏啊 夏正男 虚不虚伪啊 为了你自己的名声 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敢相认 你你你 你你 还要搞什么慈善晚宴 可笑吗 哈哈哈 你 你是谁 你 你 怎么 你 你不是死了吗 你怎么还活着 害怕了 你 你可真像你妈妈 你见过她 六年前 她给了我很大一笔钱 让我把车子的刹车片弄坏 再把你妈弄上车 接下来 砰 一辆车 死的死 伤的伤 夏正男 就是幕后黑手 他胡说帮你别信他 他神经病啊 可是你过河拆桥 这人 找人杀我灭口 把我的房子 化成灰烬 我的气儿 葬山火海 我 天真是这个鬼样子 夏正男 你该死 啊 啊 这些 你没事吧 啊 啊 我们一命换一命 我现在就去警局自首 爸 正男快叫车胡冲 快叫车胡冲 爸 你快叫车胡冲 我快叫车胡冲 你快叫车胡冲 我快叫车胡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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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就要不行了 已经转去了普通病了 他想见你最后一命 我没有拜拜 你走吧 我不想见他 我便过来 你快叫车胡冲 我再去 我快叫车胡冲 我去 我怕你不去见一见 我快要来 我回到你了 你不过一样 我对不起你妈妈 对不起你 这里没有人 你不必再惊心做胎 任之将此 七云夜山 我不求你原谅我 只求你啊 求求夏侍 求求京西 求求夏侍 求求京西 他为了冷知性 都快疯了 是我做错了 是我们从小 太教官他了 才让他 如此任性妄为 你要怪 就怪我 到现在 你眼里还是只有 景西和夏侍 那我呢 爸爸知道 你独立能干 那个冷知性 他爱你 胜过爱他自己 爸爸没有什么 不放心的 但是景西 夏侍基金会 这些年的钱啊 都在保险柜里 这是其中一把钥匙 我特意让人送来的 再不给你 我爸没有机会了 你收好 还有一把钥匙啊 在冷家宣那里 你务必要找回来 拿着这些钱 去帮助那些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答应你 静西 你来啦 爸 你们啊 以后要好好的 替我向智希 道个歉 能再喊卫生爸爸吗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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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下景西要见莫斯年 终于要来了 莫总 我们开门见山吧 我知道你喜欢夏苗苗 我可以帮你 因为我要冷知行 我觉得 我比冷知行更强 你这张脸啊 可惜了 你要知道冷知行的腿 并没有去 只有我才可以做他的夫人 夏小姐未免太多 可不 你小姐合作 明天去这个地方 我会把他 送到你的床上来 合作愉快 妙妙 这么晚了还在忙啊 我答应了爸爸要就下室 爸走了 以后下室就靠你了 这是我熬的鸡汤 快尝尝 嗯 真香 多喝一点 好 好喝 这么晚了 还这么累 那我就先走了 你也要多注意休息 好 夏淼淼 姐姐对你够人之一净 今晚就跟莫斯年好好快回去吧 你请啊 你怎么在这儿 不要紧张吗 你不要过来 不是很快 你不要过来 你放开我 你不要过来 你放开我 好 今天晚上好好愧惑吧 夏景熙说要见你 你见 二少说不见 把这给他 他会见我的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见我 是可杀不可辱 堂堂冷逝的总裁 怎能忍受奇耻大辱 他们在哪儿 快说 我们台比合作如何 叔 我可以帮你报仇 否则凭老师 事都不够敌好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手上有我爸保险贵的钥匙 里面是他这些年来 在基金会的所有的钱 我还可以帮你找到冷家萱 拿回另外一把钥匙 还有 还能拿到你想要的 他们当年设计你父母的证据 如何 说说你的条件 我要和你结婚 成为真正的冷试董事长 志行 我是爱你的 如果拿到基金会的钱 我们就可以一起双速双飞 夏淼淼已经被叛逆了 只有我才配得上你 好 我答应你 那今晚 我照顾你 凌夕啊 我今天不方便 我的腿受伤了 要不你帮我按腿吧 嗯 好 谢谢 哎 你的腿受伤了吗 照顾你是应该的 陈叔 帮景希准备个房间 这阵子他要住在这里 好的 志行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是被人先来要 才会做错事的 我走 志行 志行 这张照片我可以发出去吗 你喜欢就好 你 冷巨星你混蛋 志行 你就这样对淼淼淼的 你怎么样了 男人本姓嘛 你知道的 再说 你也看到了 姐姐可比妹妹温柔 有情绪多了 夏淼淼 成天哭泼 再说 婚约书上 本来就是我和景希的 冷巨星 你可别后悔 志行 你没事吧 志行 你刚刚说的 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觉得 婚约书上是我的名字 想觉得是我 嗯 那我们准备婚礼好不好 我等了那么久 我真的不想再等下去了 好 都听你的 冷市集团冷知行 与夏市集团签进夏姨夕小姐 不日即将完婚 休想 妹妹 这是我的心 你一定要来 吻 夏市有什么了不起的 小晶熙 你就这么迫不及 你想躺在那里 最新生子里下吗 晶熙 在我们结婚之前 一定要把冷家宣找出来 否则我们的婚礼 和以后的生活 一定会永无你日 那我们该怎么办 冷家宣知道我们结婚 一定会来找你的 到时候你只要拿到 他手上的钥匙和证券 就再也不用害怕莫斯年了 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 只能辛苦你了 那你一定要保护好我 干什么 没有 人家只是想你了 人家只是想你了 手機 手機 骑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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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 夏晶熙 竟敢耍我 智行 我回来了 这是证据和钥匙 我们现在就出国把钱拿出来 我已经报警了 夏晶熙 我们的游戏该结束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 我说过 我会和我的妻子 侄子之生 与子邪了 老智行 你是不是男人 哪怕他天天和莫斯年 任日偷情你也和他在一起 姐姐 忘了告诉你 冷知行也是莫斯年 骗子 你们都在骗我 洛天 把莫斯年的面具拿来 这不过都是一场戏 这不是真的 我不信不信 原来这一切都是个笑话 笑话 淼淼 其实这件事情 我本不想让你缠我进来 夏市基金会的大笔基金 和冷价宣传一道境外的钱 不能让它流失 我必须追回来 可是我不想让你担心 委屈你了 米娅不应该选医 应该去学表演 彼此彼此 喂 喂 嗯 嗯 清晰 你怎么疯了呢 我带你去看医生 嗯 都是我的错 嗯 是妈妈错了 爸爸不该让你一味的 去争夺境界和地位 是我错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 爸爸 妈妈都是爸爸 宝贝 不要过去 不要过去了 小总不好了 有人携带战药 闯进了地下车库 说说什么 说什么 苏妖姐你会冷而烧 赶快出散所有人 快点去 冷家轩你要干什么 陈叔 飞车 快 二少 你不能去 雅县是冲着我来的 我不能让所有人和我一起陪葬 走 放开 放开 抓住了你 就等于抓住了你 你这行 静止 你 三弟 不要过来 这里有炸弹 三弟 你冷静点 你这样让爷爷 你不要跟我其他 都是因为他偏心 要不是因为他 我早就说冷食几番董事长了 都是你们逼我的 你们逼我的 我们俩的事情 我们两个解决就行 千万不要祸害无辜 你不是喜欢装瘸子吗 来人 给我打 把他的腿给我打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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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行 不要 我没事 懒之心 你让我失去了所有 公司 女人 看看我 我现在像一条丧家犬一样 既然你不想让我好过 那咱们就都别好过 要死 就一起死 不要 你不要 不要 别让你这样 滚出去 她就是冷吃行 以后你就是我的夫人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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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都归于你吧 夫人 不早了吃点东西吧 这鞋呢 二少可能 永远都回不来了 真行 真行 我要去找他 淼淼 你怀之运不要乱动 你说什么 你自己把家卖 陈叔 不要去医院 你自己把家卖 你自己把家卖 这行 我会和宝宝 一直等着你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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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终于回来了 爷爷孩子 还有我都很好 夏吉西为了躲避防御制裁装缝 也没揭穿了 这些 你回来了 真好